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Plus。 今天我们要讨论,食用后会迅速加速老化的三种食物这个课题。 通过了解这些食物,减少它们的摄入次数,可以帮助大家保持年轻。 如果大家因此而受益,我会感到非常高兴。 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两个部分。 第一,人体的实际年龄和生物学年龄并不相同。 第二,食用后会迅速加速老化的三种食物。 首先是第一部分,人体的实际年龄和生物学年龄并不相同。 我们都不想变老。 这几乎是每个人的共同愿望。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每一年我们都会变老。 这一点是无法改变的。 但人体的实际年龄和生物学年龄并不一定是一致的。 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周围有些人虽然已经60岁了, 但看起来却非常年轻。 而有些人虽然才30多岁,却已经显得很老了。 您也可能看到过一些70岁的人, 他们的血管年龄却只有30岁。 这些人实际上比他们的实际年龄要年轻。 这就是生物学年龄的概念。 生物学年龄会受到生活习惯、饮食、是否吸烟、运动、睡眠等多种生活方式因素的影响。 如果一个人有良好的生活习惯, 那么他的生物学年龄可能会比实际的年龄要更年轻。 反之,如果一个人的生活习惯很差, 他可能会显得比实际年龄更老。 这里我要强调的是, 虽然我们无法改变实际年龄, 但可以通过改善生活习惯来降低我们的生物学年龄, 从而延缓人体的老化过程。 比如,健康的饮食、定期的运动、戒烟和避免过度日晒等。 这些习惯都可以帮助我们延缓老化。 然而健康的饮食、定期运动和充足的睡眠, 这些都是非常基本的常识。 在这里我不再详细说明。 今天我们要重点讨论的是, 哪些食物食用后会加速人体的老化。 如果您之前不了解这些食物, 希望通过今天的介绍, 您能在日常饮食中尽量避免这些食物。 接下来是第二部分, 食用后会迅速加速老化的三种食物。 这三种食物是, 一,油炸食物, 二,用微波炉加热的食物, 三,还有大量Omega-6脂肪酸的食物。 首先是第一种食物,油炸食物。 大家可能有些人已经听说过, 油炸食品对身体不好, 这个大家应该都有一定的概念, 但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油炸食品对我们的负面影响远超出大家的想象。 一项对10万07千名50至79岁美国老年女性进行的为期约20年的大规模研究表明, 每天至少食用一份油炸食品的人比那些不食用油炸食品的人, 早期死亡的可能性要高约8%, 研究结果还表明, 油炸食品总消费量高的参与者及死亡的风险较高。 此外, 这项研究还发现, 特别是炸鸡的消费与死亡风险的增加相关, 每周食用一次以上油炸食品的参与者中, 有三分之一是肥胖患者, 而每天食用两次以上油炸食品的参与者中, 有44%的人是肥胖患者。 我们都隐约知道油炸食品对身体的健康不好, 但通过研究证实后, 是不是会感到震惊呢? 接下来让我简要介绍一下 另一项关于食用炸薯条会导致早适的研究结论。 这项研究针对约4500名成年人, 研究发现, 每周食用两次以上炸薯条的人, 其早期死亡的风险会增加两倍。 此外, 不仅是炸薯条, 像薯片等所有油炸土豆料理都是危险的。 研究表明, 与不吃的人相比, 每周吃两到三次油炸土豆料理的人, 其死亡风险上升了1.95倍。 而每周吃三次以上的人, 风险更高。 这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结论, 对吧? 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 每周可能会吃两到三次油炸土豆料理。 例如, 去汉堡快餐店吃薯条, 或者在家里边看电视边吃薯片, 这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非常不好, 会大大增加死亡的风险。 说到这里, 大家可能会觉得土豆很可怕, 但其实并不是土豆本身的问题, 而是油炸的土豆才可怕。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那么, 为什么油炸食品如此不好呢? 原因在于, 它们含有反式脂肪酸, 导致老化的AGS, 晚期糖基化中产物, 以及强致癌物质, 丙烯鲜案。 土豆在高温加热时, 会部分转化为丙烯鲜案, 这是一种很强的致癌物质。 此外, 市售的薯片等油炸土豆食品, 不仅还有反式脂肪酸和丙烯鲜案, AGS, 还添加了各种食品添加剂和化学调味料。 这些物质会加速我们的老化。 高温油炸食品还会释放出自由基, 可能会引起细胞的损伤, 暴露在自由基下会加速人体的老化过程。 炸薯条是用氢化油炸的, 还有大量的反式脂肪酸, 这会导致坏的胆固醇上升, 好的胆固醇下降。 研究还表明, 血液中工业反式脂肪酸水平高的人, 患阿尔茨海默病或认知症的可能性高达75%。 另外, 有的人可能会问, 鱼本身还有EPA和DHA, 对我们的健康非常有益。 但如果吃炸鱼的话, 情况会怎样呢? 研究表明, 每天吃鱼或被累炸物的人, 比不吃的人的死亡率要高7%, 虽然比油炸土豆食品高两倍的风险要好一些, 但仍然增加了死亡的风险。 接下来是第二种食物, 用微波炉加热的食物。 大家有的人可能已经听说过这一点, 比如用微波炉加热食物, 会产生大量的老化物质, AGES。 确实, 微波炉非常方便。 当我们下班回家后, 没有力气做饭时, 常常会用微波炉加热冷冻食品或是前一天的剩饭剩菜。 对于忙碌的人来说, 这是没办法的事, 偶尔这样做没有问题。 但如果每天都用微波炉, 或者离不开微波炉, 那就不太好了。 除了会产生AGES之外, 用微波炉加热还会导致脂肪氧化和裂化。 特别要注意的是, 不要对已经煮熟的食物进行再次加热。 如果用微波炉加热前一天剩下的肉类或鱼类, 就要小心了。 同样的, 从超市买了烤鱼带回家, 再用微波炉加热。 也需要注意, 尤其是煮炸的食物, 再用微波炉加热是不推荐的, 因为这样会产生大量的AGES。 如果您不想老化, 或者想从食物中摄取足够的营养素, 建议尽量少用微波炉。 此外, 经常用微波炉加热冷冻食品的人也要注意。 冷冻食品通常调味较重, 含盐量高, 过多摄入盐分会导致皮肤失水, 容易产生皱纹。 高盐分食品引起的脱水症状还会损害DNA, 缩短端粒, 促进人体的老化。 摄入过多的盐分不仅仅是老化的问题, 还会导致高血压, 影响身体的健康。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冷冻食品中通常还还有各种添加剂, 所以用微波炉加热冷冻食品是双重乃至三重的危害。 我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尽量减少使用微波炉的次数, 稍微做一些调整和努力。 接下来是第三种食物, 还有大量Omega-6脂肪酸的食物。 通常来说, 脂质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脂质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 我们需要做的是正确了解哪些脂质是好的, 哪些是坏的, 然后摄取好的脂质, 避免坏的脂质。 经常被认为是坏脂质的就是Omega-6脂肪酸。 这种脂肪酸会引发体内的炎症, 脂质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四种。 一,饱和脂肪酸, 如黄油和椰子油。 二,不饱和脂肪酸Omega-9, 如橄榄油。 三,不饱和脂肪酸Omega-6, 如沙拉油等一般便宜的油。 四,不饱和脂肪酸Omega-3, 如亚麻子油、胡桃油、紫苏油等。 通常我们被建议均衡摄取这四种脂质。 然而, 现代的饮食习惯会导致我们摄取过多的Omega-6脂肪酸。 这已经被研究证实会引发体内的炎症。 但并不是所有的Omega-6脂肪酸都不好, 而是摄取过多的Omega-6才会有害。 而与之相反, 具有抗炎作用的Omega-3脂肪酸来说, 普通人往往会摄取不足。 因此, 我们需要有意识地减少Omega-6的摄取, 增加Omega-3的摄取量。 Omega-6脂肪酸可以大量生产, 成本低廉。 被广泛用于加工食品和外食。 您可能在家里使用沙拉油、 玉米油、 红花子油、 大豆油等。 这些都是Omega-6脂肪酸。 这些油会导致体内的炎症。 而慢性炎症已经被证明与老化密切相关。 所以, 摄取过多Omega-6会加速人体的老化。 此外, 炎症还会提高患各种疾病的风险。 因此, 抑制炎症已成为了一个共识。 大家去超市通常会发现Omega-3的价格较高, 而Omega-6则便宜许多。 假设您在经营一家餐厅, 您会选择哪种油呢? 为了降低成本, 通常都会选择便宜的Omega-6脂肪酸。 因此, 外食容易摄取过多的Omega-6。 同样的, 便利店出售的冷冻食品、 加工食品和零食中 也含有大量的油。 而这些油大多是便宜的Omega-6脂肪酸。 因此, 我们需要在日常生活中 有意识地选择好的汁质, 避免坏的汁质, 尽量减少Omega-6的摄取。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 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 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 在下次的节目中, 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